近一周广大军民们应该都处在被珠海航展刷屏的状态,一方面这确实是我国乃至世界军工的一场盛会,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们的战机等装备实在太过惊艳,颇有一种不明则以一鸣惊人的味道,尤其是15分钟里三度展示眼镜蛇激动的坚实力,让很多为我们国产航发担忧的军民长输了一口气,大家也对我们自己的航空工业有了更强的信心。 而航展除了这些被大肆报道的明星装备,一些不易被人们注意到的角落展位,其实也很有可能会握苦藏龙地展出一些关键设备,例如上届,11届,航展中亮相的国产先进战机航电概念座舱,后来经确认是我们歼31要应的,本届航展也不负众望,经现了一款神秘战机座舱模拟系统,并且从该模拟系统中,我们发现了一款全新战机, 全新战机模型,高度信息化的座舱系统和未曾见过的战舰型号,不得不让人产生联想。 从座舱局部照片来看,这款战机信息化程度很高,极具科幻感。 而根据其中隐藏的战机外形的模拟图来看,它是一款机身机翼都非常宽的压式布局飞机,压翼面积大,且两台发动机间距离较大,发动机舱上有两个小型垂直尾翼。 这些特征说明它并不是一款追求高机动性的战机,结合这些外部特点以及弹仓武器配置,可以做出推论。 它或许是一款全新的战斗轰炸机或者隐身轰炸机,这不仅让人联想到大家梦寐以求的战略轰炸机,那它会是轰20吗? 根据相关信息来看,这个可能性并不大,先不说大家普遍认同的飞翼布局,目前连压翼布局的轰炸机都找不住更别说战略轰炸机了,并且压翼与追求隐身性能的轰20是极为不搭的。 因此这款神秘机型如果真的是一款新型轰炸机,不管隐身性能如何它都已经创下了纪录,当然也有人反驳称,缺乏飞翼布局研究经验的我国,存在使用掌握的更好的压翼布局的可能性。 还有人表示这一模型很可能根本不是模拟座舱,而是无人机的地面控制台,众说纷纭之中,你们对此怎么看? X-47B隐形无人轰炸机 X-47B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架无需人工干预,完全由电脑操纵的无尾翼,喷气式无人驾驶飞机,也是第一架能够从航空母舰上起飞并自行回落的隐形无人轰炸机。 X-47B飞行性能较高,作战半径长,可以在航母上自动起降,并有自主空中加油能力,再加上卓越的隐身性能。 同美军各类现役战机相比,X-47B制空时间更长,其800海里的作战半径,既可以使航母战斗群处于更安全的位置,也可以更深入内陆执行打击任务。 X-47B最大的优势在于隐身突防,它拥有非常优异的雷达和红外低可看测性,保证其能够突破敌方防空圈。 为后续有人驾驶作战飞机打开通路,因战略改变,项目技术不过关没达到要求,花费多拖入过大等原因。 被美国很无奈地放弃,X-47B项目被迫取消。 11月6日,第十二届珠海航展拉开序幕,中国的飞翼隐形机彩虹副7揭开了面纱,引发现场一片喝彩。 彩虹副7型无人机是一架具备高度隐身性能的大型无人机。 该型无人机是我国第一种公开的大型隐身长航式无人机。 其部分性能与美国X-47B无人机相似,彩虹7无人机机长10米,地展22米,最大起飞重量13000千克,并且还具备很强的隐形突防能力和更为强大的武器搭载系统,可以对高价值目标进行直接打击或者引导打击。 彩虹副7的出现,与我们对未来战争的预测有关,未来的战争将会是多样化的战争。 彩虹副7型无人机一旦大批量服役,将会与歼-20联合作战,以歼-20为核心指挥彩虹副7型无人机实施智能化集群作战,到时候我国空军力量将会更强。 美国在这个项目前期的投入和探索都为我们的彩虹副7做嫁衣了。 Y300无人预警机 虽然中国在预警机技术领域起步比西方国家晚,但进步很快,如今凭借助整体技术的飞速发展,正在赶超美国。 而今天,借助国际盛会珠海航展的机会,我国向世界展示了最新型的无人预警机,标志助我国在无人预警机研制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,并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我国的空中预警能力。 11月6日,第12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正式拉开序幕,在展会上,一款由中国电科集团第38研究所研制的G300无人预警机瞬间引起各大媒体的关注。 从外形上和尺寸上来看,它与像彩虹、四无人机这样的查打一体无人机的机型十分相似,但是它却可以搭载固体有源相控阵雷达等多种预警侦察雷达,被称为持行预警监测海空目标任务的多面手,也正这独特的技术,才会引来众人的围观。 有军事观察者分析,将无人机技术和预警机技术相结合,这将是一种巅峰之作,至今没有其他国家能够完成,如今全球首款G300无人预警机的问世,意味着中国走在了该技术领域的最前沿,对中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。 G300无人预警机 根据参与该无人机研发的科研人员的介绍,G300无人预警机的全称是,G300空中无人预警机监视系统,其航程超过1000公里,实用声线超过5000米,在海路上空对三代机的探测距离大概为50公里,可在低空范围内对三代机进行准确的探测,而且,基于良好的结构设计,让该无人机的稳定性和操作性受到保障。 这些对中国来说都是一个不俗的成绩。 同时,无人预警机的出现,不仅可以填补国产无人机型号体系的空缺,而且为无人机在未来战场上的运用提出了新的可能,此前中国缺乏对海空目标进行监控的无人机。 而全球首款无预警机,G300无人预警机的出现则弥补中国在预警机平台的短板,加上无人预警机的高性价比等优势,将让我国成为战场上信息角逐的优胜者。 我国专家还表示,国产无人预警机具有对隐形战机的探测能力,很有可能成为未来隐形战机的客星,包括F-22,G300无人预警机。 此外,根据官方发布的消息,基于航程远和可载中低空活动的性能优势,G300无人预警机还可以对舰载直升机、海面舰船以及反舰飞弹等目标进行大规模的侦查监视,执行长航时中低空巡逻任务。 同时,在无人机部署航母的前景越发明朗的前提下,无人预警机很有可能在未来成为航母舰载无人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对此,美军表示,事实上,中国已经是该领域的领军者,而美国稍训一筹,仅仅就目前的G300无人预警机来说,一旦应用或将改写海上战争时,而这类无人预警机的最优势就是海上使用,特别是可以搭载在航母上,届时美军在海上的优势将彻底丧失。 秦龙,首先祝大家工作顺利,身体安康,接下来小编就要阐述今天的故事了。 今天的故事一定值得大家了解,这件事就是我国公开了一个非常厉害的轰炸机。 好了,闲聊的话就不多说了,现在小编就要给大家讲述了。 最近一段时间里,有一条消息被传播出来,那就是中国最厉害的轰炸机公开旅士,这件事一公开就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注意,这架轰炸机就是轰6J,为什么引起世界各国的注意呢? 原来轰6J主要是用来对付攻击美国的航母舰队的,在轰6J上安装反舰飞弹,使得美国不敢轻举妄动,因此中国就公开了这个厉害的杀手键。 在其他的一些国家的专家对这所轰炸机做了观察表示道,这架轰炸机的炸弹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修改,而且增加了他们的电子战能力。 这架战斗机可以让中国海军挺直腰板,因为轰6J具有非常好的反舰能力,从轰6J问世以后,南海的发言权就有了,但是对于这架轰炸机的消息一公开,让美国束手无策。 五角大楼就提出一问,为什么不能提早地暴露出这个消息呢? 这个轰6J炸弹和原来轰6K炸弹的外观设计上并没有太大的改变,所以这所战斗机是对原来的战斗机进行了新的研究,并增加一些好的性能。 可能改变最大的也就是机翼的部分,而且这所战斗机可能会取代以前的轰6G轰炸机。 因为轰6J的性能比轰6K的好,不论是电子战能力还是别的性能都要强大。 第一,发动机部分,轰6J的发动机采用了D30KPR,这个发动机比原来的推力好得多,而且能够使机器上储存更多的武器和装备。 另外,轰6J在机身的制作上也做出了一些改变,虽然外观没什么变化,但是材料发生了很大的改变。 6J使用了很多的复合材料,使得机身比原来的机身坚固得多,而且重量变轻,射程更远。 轰6J为什么能够在那么多电子战线中脱颖而出呢? 原来,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,在打海战中主要就是运用电子战,这也是战争能否胜利的一个原因。 根据情况来看,轰6J主要是用来对付美国的舰队,美国舰队主要是靠助纣斯顿系统来抵抗其他国家。 然而,我们新研发的6J就是根据这个系统研发出来的,可以使用。